1862年3月8日凌晨 一艘臃肿的钢铁怪物 缓缓驶入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汉普顿毛地 半天的激烈战斗过后 南部邦连海军一手胜多 以仅仅20人的损失 重创林肯麾下的美国联邦海军 美国海军这场耻辱性的大败 不仅仅是南北战争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 还在世界海军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因为它标志着铁甲舰时代的到来 也打开了海军军备竞赛的大门 世界上主要的海军强国 纷纷开始用越来越厚的钢板 和越来越强大的火炮武装自己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鱼雷诞生了 鱼雷是铁甲舰时代的伟大武器 也是这些在大洋上巡航的铁王版 最痛苦的梦魇 在世界海军历史上 还没有哪个武器比鱼雷更加经久不衰 也正因如此 反制鱼雷的手段更是花样百周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世界各国是怎么防御鱼雷攻击的 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海军潜艇 凭借巨大的鱼雷 把英美等国搞得苦不堪言 修吉尔曾说 在整个二战期间 他唯一真正担心的威胁 就是大西洋上的潜艇攻势 而在太平洋战场上 美国海军使用鱼雷击沉了日本海军的大部分军舰和商船 破坏了日本赖以生存的海上交通线 让日本变成了一个孤岛 鱼雷决定了彼此迈好的命运 在一夜之间重创了意大利一半的主力舰 击沉了珍珠港的大部分战列舰 并最终击沉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战舰 大河号和武藏号 从语言的角度来看 鱼雷一词直接来自于相同的拉丁语 在拉丁语中 这个词用来表示一种古怪的海底生物 电摇 在1805年 罗伯特·富尔顿率先用这个词来描述他发明的鱼雷 不过说是鱼雷 富尔顿的发明更像是一种鱼茶拖叶的炸药桶 实际上 早期的鱼雷都是这种又笨又慢的类型 类似的还有所谓的尾干鱼雷 这个也是富尔顿的发明 它的结构非常简单 就是一根长干的末端装了个炸弹 鱼雷的末端有一个带刺的矛头 在发动进攻的时候 水兵们乘着小艇快速接近敌舰 把这个围干鱼雷狠狠地扎在敌人的木质船体上 然后点燃引信引爆它 就可以对敌舰造成巨大的伤害 对这个工作模式熟悉吗 没错 日本二战末期的弗龙特工武器也是一个道理 然而武器威力再大 只要打不中就没有意义 不让鱼雷挺靠近 就可以阻止对手发射鱼雷 因此 这一时期针对鱼雷的防御方案 是首先发现发射鱼雷的船只 然后进行规避行动 但这显然是有条件的 而且条件很多 例如这需要海矿理想 能见度良好 这样才能提前发现并观测鱼雷 船上的蒸汽机也要开足马力 这样才能躲开鱼雷 当然了 最重要的是雕望员不能开小差 不然的话 就算撞过来的是冰山 船也是躲不开的 另外 在夜间或能见度较差的情况下 狱警偷偷摸上来的鱼雷挺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探照灯的使用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了 在夜战中 使用探照灯进行火力管制和引导 再加上优秀的鱼雷战术 理论上来说 能够以少胜多 展现出强大的威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日本海军的水雷战队苦练夜战 也是这个道理 尽管在低降状态下 满足了以上严苛条件的船只 可以躲开鱼雷 但19世纪末 法国海军的研究表明 如果三艘鱼雷艇同时发动进攻 即使是事先警告了战裂舰 在船员们准备充分的情况下 鱼雷攻击仍然很容易得手 好吧 及时规避这条路 行不通了 各国海军的下一步 是在战裂舰的侧拳 引入轻火力来挡住鱼雷攻击 法国海军希望的是 找几个水手站在船边上等着 看见鱼雷就一缩再打过去 就算扫不爆鱼雷艇 也能打掉几个鱼雷 法国海军的这个想法已经提出 世界各国都觉得大哥说的对 都开始从陆军那边协调机枪过来 海军这边尤其偏爱重型的手摇机枪 在船上来说 重量高一点 需要水冷等缺陷都不是问题 主要是射速快 火力密集 以加特林为例 即使是在手摇的时候 也可以达到很高的射速 在1900年代初 美国海军将他们的加特林机枪 改装为电动机驱动 射速高达每分钟1000法 但是呢 这些升级后的射速机枪 很快就在测试中 败下阵来 对付鱼雷艇的时候 他们的威力不足 无法击沉越来越精良的鱼雷艇 因此 海军的注意力迅速转向了 小口径火炮 这些火炮可以发射 整装的穿甲弹和高爆弹 并且配备了半自动炮栓 以保证相对可观的射速 大概在1900年前后 世界各国的海军主力线上 都装备了类似的宿舍机关炮 比较典型的 有英国皇家海军的 QF1棒砰砰砰 法国的霍奇开斯转轮机炮 美国采用的马克信 诺登菲尔特多管炮等等 他们的口径在40毫米左右 射程大概2000米以内 由于射速快 火力密度高 对小型舰船 有着十分强大的杀伤力 但是很快 这些速射炮也不够用了 因为鱼雷艇的尺寸和速度 都在增加 连发的机关炮 也很难对其造成威胁 皇家海军在舒伯里内斯 制造了一艘大型的鱼雷艇模型 使用各种海军火炮 进行了实验 他们发现 一棒炮对这种大型鱼雷艇 完全无效 三棒炮效果不佳 六棒炮的效果好一些 但只有十二棒炮 能够一击拦下鱼雷艇 这就导致了 一些出速更高 弹道更平直的 单发反鱼雷火炮的出现 而且呢 他们的口径也越来越大 英国从QF1棒炮 到QF3棒炮 再到六棒炮 口径从37毫米到47毫米 再到53毫米 德国那边更是丧心病狂 直接在船舰两侧 装上了88毫米的反鱼雷炮 如果大家对这个数字 比较熟悉的话 想必已经猜到了 后来在二战中 声名赫赫的八八炮 就是从这里来的 然而鱼雷和鱼雷运载舰的发展 实在是太快了 1868年的时候 英国工程师 罗伯特·怀特海德 发明了第一款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鱼雷 也就是所谓的 怀特海德鱼雷 最早的怀特海德鱼雷 直径36厘米 重157公斤 顶部是一个18公斤的高爆弹头 内部装有小酸纤维组炸药 中间部分是一个空气瓶 里面是90个大气压的压缩空气 鱼雷的尾部是发动机和控制结构 包括螺旋桨和方向舵等 怀特海德鱼雷的出现 是世界海战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它直接催生了 各种以鱼雷为主要武器的兼种 例如驱逐舰 鱼雷艇 还有最重要的潜艇 英国海军上将亨利·约翰梅评论道 如果没有怀特海德鱼雷 潜艇就只是一个有趣的玩具 从这里开始 水下出击的潜艇 以及爱上十几发大口径火炮 都不一定失去战斗力的驱逐舰 成了鱼雷的最佳运载具 这意味着 船舰两侧的速射炮 基本上失去了反鱼雷的作用 逐渐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退出了历史舞台 或者转而变成了防空炮 那么要怎样拦截鱼雷呢 各国海军现在只能依赖于被动防御 也就是加鹏 1876年 英国海军部鱼雷委员会 提出了一系列对抗鱼雷的建议 其中最靠谱的一个 就是在每艘战舰上 用40英尺长的围杆 悬挂镀芯铁网 将鱼雷拦在爆炸范围之外 保证船的安全 1906年的无畏号战略舰 就配备了当时最为完善的防鱼雷网 重达100吨 覆盖整艘舰3分的水线 只需要2到3分钟 就可以完成铺设 地球另一边的日本 也在旗舰3D号上 试验了类似的东西 当然了 就和经常有人问 在坦克上加装顶棚 有没有用一样 战舰防鱼网的作用 也经常被人质疑 尤其是早期型的防鱼网 会严重拖满船只的前进速度 一战刚一开始 无畏号就拆掉了这些防鱼网 这一时期的鱼雷 也在针对防鱼网进行改装 例如鱼雷的头顶上 就装上了用于切割防鱼网的刀片 这就让防鱼网的效果大打折扣了 实际上 速度慢其实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 这种防鱼网一旦被撕裂 有可能会卷进螺旋墙里 造成整艘船爬窝的情况 因此 在航行中的舰船 安装防鱼网是比较少见的 反而是停泊在港口的舰艇 安装防鱼网的比较多一些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英国海军部在艾文茅斯 为远洋克伦阿兰多拉执星号 装上了钢制的围栏 并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在英吉利海峡里 测试了各种不同网眼大小的防鱼网 事实证明 新设计的防鱼网成功地拦截了所有鱼雷 而且只是船速降低了意解 比较讽刺的是 1940年3月 阿兰多拉执星号的防鱼网被拆除 同年7月 未受保护的阿兰多拉执星号 就被德国人的鱼雷击沉 实在是有点不太走运 总的来说 在二战时期 虽然有大概几百艘船安装了防鱼网 许多长期停泊在泊底的战舰 也用防鱼网进行了架构 例如 用足足三层防御雷网来保护铁皮词号 用多道防御雷网保护卢尔大坝等 但大部分的防御雷网都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好吧 现在我们知道 给船穿一层鱼网袜 并不能防住越来越先进的鱼雷 那么世界各国海军放弃抵抗了吗 并没有 在驿战结束以后 对鱼雷的防护被融入了船体设计中 当年怀特海德是瞄准了船只最为脆弱的水线下区域 从而开发出了怀特海德鱼雷 那么只要增强水线下的防护 是不是就能让军舰在鱼雷攻击下 幸存下来呢 英国红架海军的设计师们 根据法国海军的建议 考虑过在战列舰的船体中 填充木质半条 来最大程度的减少鱼雷造成的伤害 当时英国人是这样想的 如果战列舰遭到了鱼雷的攻击 水密舱上面开了个洞 海水就会灌进去 造成腐力的损失 那么如果我们在战舰的水密舱里 填充一层木质纤维素半条 这些半条一吸水就会迅速膨胀 填满整个水密舱和破洞 是不是就能起到自动密封 并减少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的效果呢 可惜理论归理论 1903年皇家海军的实验证明 这些纤维素填充物会在瞬间被炸成碎片 并飞得到处都是 根本起不到自动密封的作用 这次实验 迫使皇家海军的工程师们 在新的无畏舰上 安装了额外的装甲带 当然了 有的时候 这种天冲漂浮物的概念也有点用 1917年12月27日 皇家海军的一艘Q舰 也就是皇家海军 专门用来猎杀 游艇的诱饵船桑地行 被一枚玉雷击中 它货舱中的木材 让它能够在几乎被水烟的情况下 保持漂浮 从而返回港口 顺便说一句 这艘货轮在二战时期 又被德军俘获 1958年才报废拆解 那么还有没有别的水下防御手段呢 当然是有的 首先是双底船方案 顾名思义 就是在使用双层船底 在两层船底之间 使用密集分隔的舱室 最大程度降低单个雨雷 产生的破坏 其次是在船的两侧放置煤炭 来作为雨雷的缓冲物 这样一来 容纳煤炭的舱室 就变成了实际上的双层水米舱 这种重复利用空间的设计 听上去好像还不错 但问题是 只有在煤舱相对满的情况下 舱内的煤层炭 能起到吸收爆炸能量的作用 稍微空一点 就完全没有用了 另外 由于煤粉尘的存在 有可能会导致粉尘爆炸 有一些人认为 导致美国加入一战的导火索 卢西塔尼亚号 在十几分钟内迅速沉没 结合煤粉爆炸有关 在此之后 各国的工程师们 又考虑了其他的几个方案 例如增加船体的宽度 这样就可以使爆炸 尽量远离要害 或者是用更紧凑的 动力舱段设计 在保持船型苗条的同时 空出更多的内部空间 这一阶段 最好的鱼雷防护系统 要属美国海军的天纳西级 它使用了类似于 现代坦克上常见的 复合装甲结构 最外面是船壳 然后是一个空隙 接着一层又一层的 装甲舱壁和液体填充层 每个装甲舱壁 与下一个悬内层壁之间 都有足够的距离 以免爆炸冲击波下失效 在珍珠港事件时 加利福尼亚号 两次遭到鱼雷命中 证明了这个防护系统 是完全成功的 它最内部的层壁 没有被鱼雷破坏 然而由于舰上火灾 导致水泵无法正常使用 最终尖水作沉 另一个广为人知的 鱼雷防护系统 则是由意大利设计师 普列赛设计的 普列赛水下防护系统 它被装在了 利托里奥级 以及加福尔波爵号上 主装甲带之下 摇一条轻型装甲带 与主装甲带相连 它最主要的结构 就是外部的一些小隔舱 以及一个充满液体的 内部隔舱 当水下爆炸发生时 压力波会立刻破坏 最外层的小隔舱 然后将压力波 传统到内部的大隔舱里 然后各个方向上的力 在大隔舱上抵消掉 这个原理 有点类似于用手去握鸡蛋 理论上来说 如果冲击波沿着 圆桶圆周均分布 这种普列塞防护系统 确实能够吸收 大部分的水下爆炸能量 在实际应用中 普列塞的效果也还不错 除了对磁性鱼雷 无能为力之外 的确能够硬扛上 一两发鱼雷 而不损坏 间体结构 不过有的时候 普列塞也会因为 锚钉强度问题失效 再加上 它非常依赖于船体的宽度 最后也只是昙花一现 就没了下文 最后我们来看看 现代化的反鱼雷手段 现代的反鱼雷 措施分为两类 一种叫硬杀伤 就是直接把鱼雷摧毁 另一种则是软杀伤 就是引用鱼雷偏低航线 1943年初 德国优艇开始使用 所谓的BOLD优耳 这是一种 100毫米大小的金属罐 在和海水接触后 内部的氢化钙 会释放大量的氢气气泡 干扰英国圣纳的运行 这就是最早的圣纳优耳 也是最早的软杀伤 反鱼雷手段 这些幼儿可以诱骗 声纳指导鱼雷 美国在1987年 推出的ANSLQ-25 也是类似的原理 至于硬杀伤系统 在二战时期 旧舰长在紧急情况下 用反潜用的深水炸弹 随毁来袭的鱼雷的案例 而在现代 美国海军也开发了ATT系统 旨在保护航空母舰 免受潜艇鱼雷攻击 其实所谓的ATT 就是反鱼雷鱼雷的意思 利用复杂的探测和警告系统 可以锁定来袭的鱼雷 并用另一个鱼雷摧毁它 时至今日 虽然从鱼雷这一概念出现到今天 已经过去了200年 但鱼雷作为水下短剑 仍然是最重要的水下攻击武器 针对鱼雷的防御手段 也仍然在不断演化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我们想必还能看到鱼雷 和反鱼雷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